那怎麼樣可以剛剛好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選的是 12月好了 2015年的 12月份 那他剛剛好出現的就會類似像這樣 把禮拜 就是說一個禮拜的 一個月的第一天 放在禮拜二 然後呢 顯示到31天之後 後面這些東西就不顯示了 那怎麼做呢 當然 要得到這樣的結果必須要解 後面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月份 就是說這個月 這個月 12月的 起始日 起始日就是 第一天是哪一天 那第一天是哪一天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這邊 去用一個什麼 你可以先把它delete掉 我們重來一下 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要怎麼樣知道 這個月的第一天 那這個月第一天 特別注意喔 我們前面有用過 類似那個 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 有一個函數叫date 這個date 這個date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會問你說 年月日 那前面我們 有 如果用到date 有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日期的話 那需要用到 ymd 函數 先把它包起來 先取得他的年 那因為這個地方不需要 因為他年就是 2015 月的話呢 就是 12月 日的話呢 因為起始 那就是1嘛 對不對 12月1號 OK 那當然會回傳的是一個 數字 我講過了 這個數字的話是 怎麼樣 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差 這麼多天 OK 按缺 實際上他 日期也是一個數字 只是 存完之後 那用date 函數 幫我格式化 他就會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 日期的格式 當然如果你把這個地方格式改為什麼 改回那個通用好了 按確定他又變成數字 所以他其實裡面是一個數字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會變成是 日期 因為呢 你用日期格式 把它格式化了 OK 那就會變成一個日期 那下一個月的 最第一天 下個月的第一天的話 其實就是把什麼 幾個方法嗎 要不你用edate 還有印象嗎 要不你如果說 你要用 date函數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那其實你就可以什麼 把date函數 上個月的日期 的month 再加1就好 不過我覺得比較麻煩 比較快的方法 應該用什麼 叉入函數裡面有edate函數 有沒有 這個還有印象吧 按確定 把上個月的日期 再加一個月 有沒有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是 下個月的第一天了 有沒有 下個月的第一天 那沒錯因為 這個是2015的 12月1號 那下個月的期指日就是 剛好 跨年了 剛好跨年那一天 這次好像聽說101 本來那個什麼 贊助廠商 沒有 他 好像一直 出來講話說沒有人贊助怎麼辦 是不是那個101 不放煙火了 101跨年不放煙火 那簡直是大新聞 感覺好像沒有跨年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我看一個新聞 剛好 突然有一家 贊助廠商跳出來 而且那贊助廠商 老闆還非常年輕 先給他們 谢谢大家